主料,白菜300克,辅量,油,盐,西红柿300克,鸡蛋一个,面粉,葱,蒜,姜,老抽,鸡粉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准备好材料,白菜切丝,西红柿切块,热油炒鸡蛋,炒好盛出来,再倒入油,油热后倒入切好的葱丝,蒜片,姜丝炒香, 倒入西红柿,西红柿炒软后倒入白菜,最后倒入鸡蛋,调入盐鸡粉,老抽,关火,合好面,用压面剂压成二档或三档的片,随自己喜好,面片折起来切鸡条,切好豆瓣,放入开水中煮熟,锅一下水,倒入炒好的菜里面,炒匀,再调入少许老抽,到面条上海,烹饪技巧, 以面条的厚度,随自己喜好而煮面条的时候,不好煮的太软,因为还要炒呢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